台南市政府,今天4月11日最后在学家保利航照联合教育中心基因卦牌以赏,由一条市长亲自卦上基因卦牌。 有哪个学长岳泽山标示? 1963年甘神父康到台湾,当时其实是二十几岁的年轻的传教士,但是他看到偏乡跟山地有很多的所谓的发育迟缓的孩童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就致力于早期疗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一路走来超过了半个世纪。 对台湾对台南的早期疗愈身心发展迟缓的孩童可以说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庭。 所以他早期一开始是在台南市的瑞富意志中心当主任,然后又创办了德兰企治中心,那以及现在的所谓的国立衡文教基金会。 那其实都是在从事与所谓的身经磁缓孩童的一个教育工作,那同时也协助许多家庭如何来协助他们的孩子来做长大,那同时也投入于融合的教育。 让一般的孩子跟这些慈缓的孩子可以一起的学习成长,让一般的孩子有同理心,也让这些慈缓的孩童有更多的学习模仿的一个对象。 可以说对台湾对台南的这些所谓的早期疗愈的教育贡献很大很大,那所以在他过世之后,那透过台南市的名人, 纪念作为要点里面的委员会,大家一日一致通过,认定他为台南的名人。 那今天黄市长特别来到柏立衡文教基金会,来做故居的一个挂牌,一来是彰显他对于台南的贡献, 二来也是希望把这个甘神父的大爱,把他继续的传播下去。 今天可以说非常的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甘神父他所创立的基金会。 那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总统、副总统,他们也在2020年有来。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甘神父的一个追思,对于他的一个竞选的景样, 我相信这个不仅是在学奖,不仅是在台南,全台湾都看到。 甘神父1963年来到台湾,2005年得到早疗甘忠语奖,2007年得到台湾公益奖, 在2012年能够获得医疗奉献奖,2014年能够得到这个, 我们台湾市那个时候的赖市长,班征他荣誉市民, 然后17年拿到身份证,其实这整个路程走过来, 我们不是在抱边连时,每一个年,每一个里程碑都是甘神父辛苦打造, 从事早疗教育,为社会上最弱势,最不起眼,最没有被重视,最没有被看到的孩子, 付出了爱心,所奠定下来的基础。 我相信从甘神父离开我们之后,这些年来, 许多基金会的各位董监士,许多志工,许多老师, 持续甘神父的精神,继续为我们早疗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心理。 所以刚刚在第一台,刚刚表演的我们这些小朋友, 相信一定很多老朋友都会动了,让他们,让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爱可以延续,但是精神必须永留。 我们今天在甘神父这边,为他揭牌,其实是我个人非常至高无上的荣幸。 也希望台南市政府,我们也是甘神父的精神, 持续对于伯利恒,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持续协助。 这样子,才对得起甘神父,我们留下来的典范。 再次祝福今天的仪式,顺利平安。 各位好朋友,各位长官贵民,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看着前面的镜头。 请市长跟主教,看着前方的镜头。 当会中省府的顾需,那我们看着前方,正前方。 好,看着大家的右手边,右手边。 右手边,好。 要带头站好,大家带头站好,帮忙一下。 帮忙一下。 好,谢谢。 然后看左边的媒体,左边的媒体, 这边,我们左边的媒体,好。 好,还有哪些媒体这边要取近的? 还有吗?还有媒体要取近的吗? 中间,中间。 好,中间的。 中间的,看看正前方。 好,OK。 好,现在就攻击。 好,现在就攻击。 甘比台湾人境爱台湾。 他对出玩儿童的风险。 温暖和关怀。 用江、英流,所有台湾人心中。 以上是土巴門新闻万博多。